刘德华在娱乐街影响形象视频健康更从来没有半点费人 除了眼光的真实以外 在演艺间几乎没有任何黑片 他人所共知的恋情就只有微诚明时 和网上一直盛传的梅艳芳在生前 从和刘德华交往过的消息 真是因此我们不得而知 但无可真意的是 梅艳芳和刘德华确实持续了近20年的恋情 只是梅艳是真的喜欢花在 一次香港某个娱乐节目 请梅艳芳和刘德华同时出席 主持人为梅艳芳 你心里理想的男人是谁 因为他打多少分 梅艳芳看了梅艳芳一言回应 主持人趁机因为梅艳芳打多少分 梅艳芳想次的一会儿去回答59分 大家都知道50减分什么含义 差一分不及格 小生非常奇怪 为何去打59分梅艳芳 我给我自己才打60分 作为一个男人 我给梅艳芳打59分 是因为他太喜欢去第一天夜总会了 所以我这一分靠在这里 梅艳芳给梅艳芳打了满分 可见当时的还在和情深原浅 一开始他是怕因此影响两个人的演艺事业 所以不愿意公开 说什么都真真假假的 后来买麦的就真的是好朋友了 很多年后来我们才知道 刘德华藏医友的老婆朱丽倩 隐婚一直没有对待公布 在刘德华的心中工作是第一位的 一个女人如果嫁给他 就必须死心塌地甘予寂寞 可显然爱情低听夜总会的面脏 并不符合一个好奇 在一个30画面方 一公敬挨朽朱却不遇 在香港养殖医院病室 年近40岁 阿梅这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陷阶了舞台 刘德华的男生人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一点一滴的一气 痛苦痛非痛心痛恨痛失忌尼 也许分开不容易 美顾如果有男生 一定要早一点遇到刘德华 重新开始一段故事 刘德华在圈内的口碑一直很好 演技唱功都是圈内认可的 完全是连人品都没得挑剔 难怪刘德华能位列四大救亡之一 在以前那个年代啊 凡是有一点点有屋顶的艺人 几乎都是混不下去的哟 刘德华能被人增庭不是没有道理的 刘德华2008年跟朱莉姐结婚 她对妻女隐私保护到家 最近5岁刘向慧正眼叫中日曝光了 不用想也知道 颜值肯定是逆天了哟 网友之前长大后肯定会是个大美人 如今刘德华已经55岁了 老来得慈更是曾爱的无以复佳 从女儿出生以来都一直保护得滴水不漏的 从不让女儿暴露在宫中的世界当中